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叫 玉吉 今天呢 我換個環境 在戶外 錄音 現在 在日本五月的時候 五月底 這時候可能 美運氣 快要開始 但是 這幾天的天氣來說 白天稍微 氣溫高 快要 到三十度 然後 有點熱熱的感覺 那現在是 晚上這個時候 然後 這邊 有吹風 那 氣溫的部分 感覺上還滿涼快的感覺 嗯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六月 可能日本美女 六月 出頭吧 就開始吧 因為沖繩那邊 我算已經 開始了 美語記吧 嗯 那日本的美語記 也是 欸 所以 跟台灣 一樣 潮濕 對 然後熱熱的 氣溫也滿熱的 所以 我就比較喜歡 現在的這種 嗯 有吹風 然後氣溫 跟剛剛好那種 天氣 我現在穿的是 也是 嗯 已經 T恤 就OK了 因為這邊是戶外的關係 所以 有人開車的聲音 沒聽到 沒聽到 6月10號 就開始 日本 入境 呃 開放給 外國人 公關課 那 好像我看 這個新聞報導 叫 說 98個國家 嗯 所以 欸 是不是98個國家裡面 有台灣 嗯 好像有看到 就是98 還滿 多 然後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98個這個國家裡面 嗯 應該是分三個吧 就是 欸 感染者的 人性率 嗯 嗯 去 分別 他這個 國家的 感染部分 的 怎麼說 Level 應該是分三個 外國人 外國人 観光客 綺麗 國外的 觀光客 嗯 分三個 應該是 Level 應該是 根據日本的 知名 新聞媒體 說 哦 各地 各地 地域 各國的 這個 風險 他風險的 風險比較大的 風險比較高 然後 風險比較低 然後低 開始 欸 藍色 然後再來是黃色 再來是紅色 紅色是 風險比較 高的 國家 然後 藍色 分類 國家 是 像 美國 然後大陸 等的 98個 國家 呃 跟地域 區域 區域吧 地域 是應該 中文來說 別的意思 那這個98個地方 就是 入國 時候 他入境的時候 的建造 跟居家隔離 都不用 真的啊 都不用 怎麼那麼厲害啊 那第二個風險的 黃色 是 沙地 阿拉伯 然後 烏克蘭吧 的 呃 等的 99個 國家 跟這個地方 是 是 如果 疫苗 打 三次 結束 呃 三次的話 打完三次的疫苗的話 那 檢查 跟 隔離 都不用 喔 那這等於是 疫苗 大王 甚至 疫苗的人 就是 不用檢查跟隔離 哦 那 跟藍色的國家 地方 差在 就是 打不到疫苗 對 三次的 部分 那 紅色 的地方 呃 這邊 是 巴基斯坦嗎 對 應該是中東那邊的 一個 地方的 阿基斯坦 等 四個地 四個國家 是需要 還是需要檢查 跟隔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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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國 出國 嗯 嗯 哦 重點來了 他 我剛剛講的這個 分三個 風險的 部分 關於觀光 是 只有限 定 風險 藍色的 國家 跟 地區 只有這個 開放 開放 給這個 藍色 地方 對 限定 哦 那 黃色的部分是 欸 商務 旅遊 應該是商務的 客人 那如果 他這個黃色是 欸 他的目的 這個客人的目的是 觀光的目的的話 就沒辦法 入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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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呢 日本這五四六月以後 我們就開始 欸 欸 一天 一萬人 的 的 路過 者 的人數上限 欸 再 拉到 兩萬人 嗯 嗯 欸 然後 據 這種報道說 19年 欸 的 二零 十九年 2019年來 日本的 外國人客 的總數是 三千兩百萬 遠 好多 那我覺得是 看這種 經文來說 嗯 雖然還是 日本已經開放了 嗯 決定開放 六月時候就開放了 可是 嗯 恢復 疫情前的 那種 觀光 模式 可能 回到那種狀態是 可能是還是 需要 一段時間吧 嗯 我去台灣 今年 應該 どうかな 可能 明年かな 嗯 嗯 我的 連書的 粉絲說 我看到留言 有人說 日本開放的路徑 可以 到日本 可是 如果回到台灣的時候 還是需要隔離 對 對 就是 這也是 滿 滿大的一個 是重點 對 可以來日本 但 回 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一點 嗯 所以呢 現在 這疫情 不會影響到 大家的 跨過 移動的部分 今天是比較 freestyle 方式的 聊天 喜歡就 按讚 給我 按讚 然後 記得 開 小鈴鐺 然後 再來 請多多訂閱 那 下次見 謝謝大家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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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